各位朋友,网友们好,欢迎来到桃花园季 今天是美国时间2020年6月28号周二 暑假又到了,我正在计划出去旅行 黄石公园和科罗拉多大峡谷一直是想去看看的地方 但这几天在纠结,是自驾游好呢,还是乘飞机过去 然后再租车,住酒店,觉得自驾游比较自由 但可能会比较危险 毕竟这里距离黄石公园有807英里 以前没有自己开车这么远过 有点害怕,朋友们,网友们,你们呢 有没有计划暑假出去游玩 我在网上看到2022年美国最值得游览的10个钟 在这里和各位分享 希望对各位朋友,网友有帮助 我们从第10名聊起吧 第10,华盛顿州,昵称是长青之州 拥有丰富的绿色森林 尤其是翡翠城西雅图 是盛产苹果最多的州 也是北美最古老的人类遗孩的所在地 华盛顿州被克斯科特山脉分为二 一侧是有公园、火山和天原石斑的岛屿 另一侧有沿海森林、天原和数百家酿酒厂 North Cascade是以其透霄的山脉和清澈的淡水湖 著称是户外旅行者的完美之水 圣湖安全岛是一系列森林覆盖的岛屿 提供批滑艇、逆起金、观赏和观鸟的机会 第九名是怀俄明州 怀俄明州隐藏在中国西部崎岖的山脉中 近黄野又美妙 是美国人口最欣赏的州之一 有著名国家公园 留在牧场、温泉和无尽的荒野 黄石公园就在华耀明州 公园内有地热活动和丰富的野生动物 可以看到公园里平原上的狼、麋鹿和灰熊 除了大体动国家公园和温泉州立公园 华耀明州非常适合各种户外探险活动 远逐游泳、披滑艇、到山地自行车 和滑雪 第八德克萨斯州是美国第二大州 位移中南部地区 因其飙升的气温 乡村音乐著名的德州烧烤和观鸟 备受血爱 德州是美国拥有鸟类最多的州 德州人民有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文化 在盛岸东年奥和平可以步行参观艺术法廊、博物馆、餐厅和购物 第七克罗拉多州也被称为百年之州 是美国海拔最高的州 山峰秀美、森林茂密、峡谷幽深、河流、蜿蜒、曲折 首富丹福、繁华、英里高层 著名的精量啤酒厂和史诗般的夜生活场景 哥罗拉多州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温泉池 地球上最深的温泉 美国最高的铺切道路和世界上最大的平顶山 有全年的滑雪机会 有一流的滑雪圣地如Aspen和Vill 第六是阿拉斯加州 是美国最大的州 有数千条河流和溪流 数十万个令人惊叹的冰川 和数百万个闪闪发光的湖泊 冰川覆盖了全州大约5%的面积 阿拉斯加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大部分在北极 您可以通过考察 阿拉斯加野生动物 如狼、陀鹿、鲸鱼和克迪亚克雄 来感受阿拉斯加州 阿拉斯加最好的一点是 一年中有超过240天 可以看到北极光 第五是亚历萨纳州 亚历萨纳州是壮观的红色岩石峡谷 和沙漠高原的名人仙境 因拥有大峡谷的标志性景观而闻名 穿越过戏剧性的石化森林 和充满活力和色彩缤纷的彩绘沙漠 大峡谷的山脉比瑞士还要多 四分之一的面积被美国最大的完整 黄树林所覆盖 摩基隆林树木繁茂的斜坡和纪念碑谷和索诺南山谷的壮观 社府凤凰城有世界级的水疗中心和锦标赛 高尔夫锦标赛球场而闻名 第四纽约州也被称为帝国州 是以纽约市的国际化景点而闻名 马哈顿高楼繁华的时代广场 和中央公园清新的绿色人行道 名人的阿迪朗达克山脉 尼亚加拉瓜大瀑布 神话般的长岛海滩 盛产老酒的手指湖区 拥有一百多家酿酒厂 啤酒厂 酿酒厂 可以在众多湖泊中徒步旅行 在酒庄品酒 第三夏威夷是世界上最长的岛链 美国最南端的州 也是美国唯一一个完全由岛屿组成的州 一百三十多个岛屿中有七个人居住 其余的纯粹是为冒险而保留 步步徒步旅行 惊险刺激的直升机之旅 大岛重浪和享受美丽迷人的沙滩 第二 佛罗里达州 每年有超过九百万游客 被称为阳光之中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主题公园 华特迪士尼世界杜甲区魔法王国的所在地 有环球影城 许多迷人的购物中心和起伏的高尔夫球场 有白色沙滩 耀眼的海滩杜甲村和浅水绿洲 佛罗里达州有七千多个湖泊 和是有高尔夫球场最多的州 第一名 加利弗尼亚州 美丽的海滩 于人的天气和起伏的葡萄酒产区 是杜甲圣地 阿纳海姆的迪士尼乐园 圣地亚哥水上乐园的刺激和乐趣 加利弗尼亚州也被称为葡萄之州 生产全美近90%的葡萄酒 阳光普照的海岸线和沙漠沙丘 斯王谷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臭名昭著的奥默岛监狱怪异走廊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朋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